總共還有200多個 可是已經停駛沒有營運的車站更多 包括以前台銅鐵啦或者是靈鐵啦 他們都還有一些小車站 就是目前是暫時停駛 可是車站本體是保存下來的 像今天早上我們去的七土車站 有一些朋友有跟著一起去 那七土車站呢它本身就是一個 雖然舊站已經拆遷了 但是還是被保存下來 等於被重組 天氣重組 所以就在這個 這本書當中分這部分介紹給大家 那今天因為這個場合比較特別喔 跟一般的演講不太一樣 所以我特別準備了滷排骨要給大家吃 但它看起來好像是還沒滾的樣子 不好意思 我來看一下 喔沒有沒有 我要讓它滾一下 因為 對 讓它滾一下 那 看一下喔 可是它有點多耶 好 然後所以今天呢 其實要跟大家介紹喔 很重要的一個 還是小朋友先幫我拿一些起來 我們一塊一塊慢慢補好不好 所以今天這個場合跟其他演講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大家可以吃到那個滷排骨 因為我想喔 在坐火車的時候啊 很多人對鐵路便當情有獨鍾 鐵路便當事實上也是 在很多人坐火車或者是兒時送行 甚至是遊玩的一大記憶 然後我今天要把我自己做鐵路便當滷排骨的新法大公開 跟大家介紹一下滷排骨的吃法 然後等一下不管你們吃到好吃或是不好吃 請都告訴我好吃 就是標準答案只有好吃 因為我昨天凌晨 今天早上四點就起來滷這一鍋了 如果你們跟我講不好吃的話 我會很難過 好然後除了滷排骨之外 還有那個滷豆干也要跟大家分享 我想這都是在鐵路便當裡面 每個人非常喜歡的一道菜色 然後滷排骨就是鐵路便當裡面的滷排骨要怎麼做咧 第一個呢就是你要先準備一鍋滷汁 那其實現在滷汁的準備方法很簡單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滷汁準備法 有一種就是你直接買乳包 然後把蒜跟辣椒 如果你不吃辣就不要放辣椒 把蒜跟薑先稍微煸香 就是爆香一點點 然後加醬油 然後蔥段 另外呢就是辣椒加下去 然後水跟醬油的比例 就看你吃比較鹹還是比較不鹹 那原則上我用的是 就是沒有工商服務啦 但是我用的是那個金蘭的成年滷味原汁 然後我是用2比1的水 就是醬油1水2 那另外還再加一包的滷包 因為我想說不要太鹹 所以就加一包滷包的一點 然後另外呢就是這樣子先做住 就是全部的材料放進去之後呢 就讓它滾 滾開之後這就是一鍋滷汁了 那如果你要這一鍋滷汁可以滷很多東西 你要滷豆干你就把豆干放進去 然後滷雞爪就把雞爪放進去 那原則上就是把這個滷汁蓋過食物之後就OK 然後所以豆干的部分還蠻簡單 那滷排骨的部分呢 它其實就是 你要把就是台北便當它的滷排骨 都是先炸再滷 所以你就要先用刀背啊 把那個滷排骨的肉敲打 先把排骨肉稍微敲打到鬆軟 敲打到鬆軟之後再裹粉 裹粉然後沾完之後下去炸 那炸完起鍋之後呢 就直接放到這個滷汁裡面 也是讓滷汁蓋過那個排骨 然後就是讓它慢慢滾 跟吸取湯汁 那其實就是如果滾了之後 當然是浸泡越久越好 因為那個排骨本身是會比較滷味 然後等一下就可以讓大家嘗嘗看 因為今天我們用的是電磁爐 所以它其實會比較慢一點